欢迎来到我们的爱丽象星球 我是你母可爱的罐头妹 我是爱丽象 罐头妹你在干什么 爱丽象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月亮上住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嫦娥姑娘 她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兔子 我也很羡慕她有小兔子 所以说我自己DIY了一个可爱的小兔子 哇 真好看 我也想要一个 那不然我来教你做这只可爱的小兔子吧 好啊 好啊 那我们开始动手吧 好了 在做玉兔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以下的一些材料 一个胶腔 然后一团彩色的绒球 然后就是扭扭棒了 扭扭棒有一些是细的 彩色的 可以给它做一些装饰 也可以做一些小的萝卜 而这个粗的两款呢 就是我们要做小兔子的了 然后小兔子呢 我打算分为两个部分做 一个是头部 一个是身子 所以说我们将扭扭棒裁成了两段 然后每段都是差不多大概 两米长的这个长度 小朋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调控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小兔子吧 先将前端对折一下 再对折 折出来一个M的形状 这样子 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嘻嘻 这就是小兔子的耳朵 对折完以后 我们从底部拿着扭扭棒 往上缠 这样子一圈一圈的缠 缠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留一小截 然后从这儿有个空 然后从这里插下去 你看现在小兔子的头部已经完成了 而这个棍子呢 就是小兔子的身体 我们作为一个支撑点 做好小兔子的头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做小兔子的身体 其实身体的这里会比较复杂一点点 首先我们拿这一个的顶端 在小兔子的脖子这里 先绕一下 然后拧住 这样子让它能固定在身体上 拧住以后呢 这边捏出来一个手的形状 这边也捏出来一个手的形状 然后拿扭扭棒开始缠绕身体 拧完以后 在这里对着一个 脚的样子 这边也对着一个脚的样子 然后把之前的那个小棍子 往后边一扁 然后把腿绑在一起 好了 小兔子的身体就完成了 好了我们的小兔子大腿的形状已经完成了 不过呢它还缺一些小的点缀 比如眼睛啊 鼻子和可爱的小尾巴 我们接下来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白色的小尾巴 为它粘上去 这时候呢就要用到胶腔了 但是小朋友们在用胶腔前 一定要让爸爸妈妈陪在一边哦 因为这个是有一点点危险的 好了 我们接下来为小兔子把尾巴粘上去 咦 可爱的一个小的白色的尾巴就粘上去了 是不是超门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为它粘上 可爱的眼睛和粉粉的鼻子 拿一个粉红色 小小的绒球 好粉红的鼻子哦 接下来我们再给它粘一上小眼睛 啊天哪怎么会这么可爱 我们拿一个细的粉色的牛牛棒 对折一下 然后再对折一下 还是用胶腔 在这个底部 站在这里 太可爱了吧 然后呢 小兔子喜欢吃萝卜 我们给它做一个小的 胡萝卜怎么样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胡萝卜 先拿一个绿色的细的牛牛棒 对折 再对折 四个可爱的胡萝卜已经完成了 嗯 点缀一些其他颜色的小的绒球 然后拿胶腔粘上去 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的太阳的花式做好了 把它粘上去 我们的小兔子已经大功告成了 是不是超级一门 小朋友们 这一期的小兔子是不是超可爱呢 一定要交作业让罐头妹看看你们做的小兔子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关注我们 并和我们留言互动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这时候就要用到我们的胶腔了 然后卡一下 然后我需要接个插牌